寒假里做过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和我的朋友一起 进行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就回老家去过了年 就跟城里不一样 就很有烟火气 我是选择旅居的方式 相当于是在云南过了春节 然后在当地认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朋友 在家每天就是撸猫逗狗 然后和初高中同学出去干饭 然后过得非常的开心 出去玩了一趟 同学在寝室里卷 然后就玩的时候是悲喜交加着玩着 主要就是在家里给父母做饭 然后进一进校的 带了很多外校的中学同学来北大参观什么的 然后反而帮助我解锁了很多北大 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对于新的学习呢 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学好语言 然后希望可以更多的静下心来读书 在学术上有进一步的突破 想要把手上这份实习做完吧 就是对 然后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领域 我希望规律生活作息 控制游戏时间 在学习之外 我还希望能够丰富一下自己的课余生活 希望进而依靠好一点 然后学会点少 我想我的细胞最好不要再污染 然后最好能多见见面 因为我们是异地 希望能多见见面 这一点就是这学期的最好的期望 祝这个同学早日脱单 虽然我也没有脱单 但是还是希望他先脱单 但我也祝他早日脱单 虽然我觉得他没那么早脱单 感谢观看